是8月17号星期一 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午的大盘 总体来说今天上午的大盘表现还是不错的 早盘指数跳空高开之后一路单边上行 并且成功站上了3400点 指数的上涨它离不开利好消息的推动 前面我们说到了可能会有资金面方面的利好 因为7月份的时候涉容数据不及预期 那么8月份的话会不会增加 那么我们看到上周五的时候 证券板块包括保险板块 等大金融相关的确实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比较可惜的是在周末的时候 没有看到利好消息 但是今天早盘的时候 却公布了7000亿元的中期借贷便利 为期一年实现了尽头方 这个对于市场的资金面 情绪面的提振作用是比较大了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指数确实出现了上涨 那么相对应呢 我们看到一些权重 包括大金融为代表的这些板块 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他的涨幅也比较大 在上周五他同样如此 所以他两天的涨幅同样也是比较大的 虽然说主力他的预见性比较强 在上周五就开始大涨 然后周一的话利好消息出来 时间周期的话相当于三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主力已经提前拉伸了 并且涨幅已经比较大了 所以后面市场仍然可能会面临考验 那么在情绪面出现超买状态之后 如果提财股不能够补涨的话 相对应的后面的指数可能还会反复 因为今天的成交量相对来说并不是很大 两次上午的话只有六千多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到下午如果量能不能明显增加的话 在这位置可能还是要反复 因为三千四百点上方本来就是压力区域 而且权重性的目前已经涨幅非常大了 如果出现补跌 毕竟现在利好已经兑现了 早盘的时候利好的已经兑现了 虽然说九点二十宣布的 他这个时间周期比较短 可能短期的话他效果会好一点 但是等到消化之后 到了下午之后他可能会面临分化 如果说提财股不补涨的话 那么提财股主要包括哪些呢 就是像科技啊医药啊等这一些 今天的话表现相对来说弱一点 因为我们看到创业板 它的涨幅远远落后于商政指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下午创业板能不能补涨就至关重要了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涨幅比较大的 主要集中在一些低位蓝筹 还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大资金比较青睐的这些板块 因为它的位置比较低 而且也是核心资产 包括我们看到这一些大金融位代表的 包括像一些煤炭啊等等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和我们七月份开头的那一波 有点类似 但是这一波它的成交量 明显要小了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量能跟不上 到了压力期间 题材股不补涨的话 要紧防指数走成倒微形态 因为今天是跳空高开 下方的自然会形成一个缺口 那么在指数上涨这么多 并且保险板块大家也知道 包括证券板块 它这种涨幅非常大之后 容易形成回落 而且是这种慢慢回落 对于指数后面的几天的行情 难免会形成压制 这是一点 另外后面的热点效应也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轮行情 它都需要有新的热点 在前面的话我们也看到了 那么相对来说呢 以往的热点 包括大科技 大医药 它依然还有一些套牢盘在 所以呢 可能难度要太一点 更多的热点 期望还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内循环为主体的这些 像大基建 以及大消费等等 因为这些板块的话 中间还有一些低位的蓝筹 所以呢 空间对于主力来说 可能也更大一点 总的来说 指数利好 如期兑现 大盘出现 缩量上涨 后面有待确认 后面指数更多的是 看如果在高位出现顿化之后 出现高位回落 比如说下午一点半 或者两点钟附近出现回落的话 也需要注意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只是在震荡区间内做博弈 大的趋势的话 很难短期形成 也就是说 风流行情比较少 平稳的卖流 可能更符合我们的预期 以上呢 就是今天上午的大盘 我是盘手梁勇 喜欢的话可以点一下关注 粉丝朋友